1941年12月8日,日軍正式進攻香港 12月25日,香港正式淪陷 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治時期 在這段曠日戰爭期間 有一支會約是香港和深圳沿岸的遊擊隊 東江中隊 他們很多都是香港人 都目睹過,甚至親親遇過日軍的暴行 非常痛恨日軍,所以自發加入遊擊隊 而當時都只有十二、三歲 部分人不幸在戰爭中犧牲 幸存的,今天都已經八、九十歲了 今次訪問的老戰士 除了有參與前線作戰的 亦都有通訊員和後勤支援 由他們親口講述日軍佔領香港的情況 和遊擊隊的生涯 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而這班無名英雄 都很值得大家敬重呀 天下